因為美國在全世界的威嚇力量 已經沒有過去這麼強了 而且他已經認為 自己的這種實際強到了一定以後 他沒有在那麼的努力去發展 已經發現有人已經慢慢超前他了 他發覺他慢慢也岌岌可危 而且那一支另外一支猛獸出來的時候 他發現他甚至可以影響到其他 原來就不太喜歡他的國家 只是怕他的國家這樣子而已 老師我聽你這樣講 就是我想到一句誠意 就是對中國大陸來講 美國這樣全方位的打壓他 但是反而刺激了他 在很多領域上面自己做出來 就有一句誠意叫做 殺不死你的讓你更強 您剛談到這件事情 實際上不管誰當總統 即便川普他剛開始是一個標準上任 他沒有想到這麼深 所以在311法案 剛開始的3月22號2018年的時候 他強調的是貿易 他強調的是關稅 他說我們要公平 我們要要互惠 對我們要谈判要Reciprocal 講完之後科技部長出來講了三次 Technology 大家就知道這絕對不是貿易戰 是科技戰 你就會發現從那時候開始 即便是談判 他貿易戰的時候 其實後面已經是科技戰要 就是因為科技部門會推動任何一個 即便你誰總統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他會推著你推 拜登也是一樣 他這個政治 當他上來之後 科技部門是不斷的告訴你 只要科技輸了 我們就全輸了 必須打 這件事情剛講的 美日和其實在去年 就已經打得很嚴重了 3月29號 你忘記了嗎 他當時就找了 台積電是用另外一招 8月2號要我們去 那是前年 前年要我們去 是他必須要見證他自己 萬一台灣被拿走了 我寫過一篇文章 說台積電 我們對岸如果打我們台灣 也會因為台積電 他會變成兵兵戰危的必爭之地 因為他太重要了 只要不打傷他 如果對岸拿過來 拿下來就世界第一了 所以台積電太重要了 老師我問一下 這裡我想補問一下 台積電到底有多重要 如果我們講if 因為美國害怕 就是台積電被中國大陸拿走 就此刻來講 如果台積電被中國大陸拿走 對整個中美的科技戰 此刻假如巨人 會有什麼樣的改變 對中國大陸是不是真的 多厲害吃了大補完一樣 從我的角度來講 如果我們的對岸真的把台積電拿下來了 如果台積電原本的最高階最優秀的技術人才 都還在 而且願意為對岸做事的話 假如巨本 這都需要啊 這還是要各種結合啊 其他的上中油的廠商也願意配合的話 中國世界第一嘛 美國怎麼比 世界第一 當然啊 但美國很厲害 美國用了一個在克制 愛斯莫爾 還有它自己手邊的東西 因為美國有一樣東西非常重要 就是設計 所有的IC的先制人的設計是在美國端 所以最高階是美國 我們是製造 但中間還經過其他的 譬如一端一端的去設計出來 你要怎麼去模擬它所謂的晶片 然後最後怎麼去裝造 就像那個顯影停影 那個攝影出來看出了東西 那個東西非常重要 它現在荷蘭啊 就是有這個最棒的技術 為什麼荷蘭那麼小一個國家 會被牽涉進去 就是因為愛斯莫爾它的光照機 它有兩種 一種叫DUV 一種叫EUV 這你要弄清楚 一種叫DEEP的 一種叫EUV 這兩個有差哦 這個如果我們有時間要講清楚 那不得了 沒有時間了 沒有時間 我先講個大概好了 第一個就是它的這個光刻機 其實去年3月29號 我剛剛講到嘛 就美 核 日 為什麼要抓住河南 日本 他們其實都很反對啊 所以當時叫三角聯盟 要對抗中國的時候 核日不太願意 所以他們說好慢慢做 慢慢做都還是有賣 所以他們這一次才會技術很嚴格 如果你有我的技術 因為他們有一個那個 講報店 就是也是一個長幣管轄 他們長幣管除了美元 這個USD的長幣短轄之外 還有一個叫科技船幣短轄 就是他們有一個就是 你所有的人用到我們的商品 對 然後只要我們的技術 那我就可以克制你 就不准你做任何的動作 裡面所有的東西 只要有一個環節 是用我美國技術的 對 他就是一個保護 他自己的規則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商品貿易規則 我覺得這是很保護他自己 只有美國做得到啦 這長幣管轄 所以現在艾斯莫爾 他們現在也急了 因為艾斯莫爾在兩年前 他CEO講過一句話 他說如果跟你合 當然隔年他就希望他們合 2013我先講2022 他說如果美國最後會找我們 或者當然他後來又找日本 去做要抑制我們把我們的 這個所謂的光刻機給中國的話 中國三年內會做出來 那我們就會在全球市場退出了 就變成我們艾斯莫爾都沒了 因為中國很厲害 但他現在講說 我們可以配合你美國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只配合EUV的部分 叫Extreme的 急的不能退我們深的給他 因為我們就像全世界成熟製程 比較成熟的部分 成熟部分都給你沒關係 中國也已經做到了 但是它的極端的 像我們講奈米製程的台積電3奈米 它也沒有辦法中晶半導體啊 是台灣張如今等 當時在世大那些 台積電人過去的 大家如果有印象在2001年 中國也是大肆扶持有沒有做到 所以當時華為被三波清單 在兩年前被壓制到最後的時候 他們突然又出現了 什麼Pro60嗎 讓這個商務部長去不是嚇到 那也就是中晶半導體的7奈米 可是不管怎麼說 他們的最先制程還是沒有辦法 美國就抓到這一點 對 老師我想請問一下 那現在反正美國他就全力的打壓 他把他的這個 他挾著他的科技優勢嘛 他號召他的盟友 也是威脅他的盟友啦 全力就是為了在科技上圍堵中國 老師你也講到 因為如果美國他沒有圍堵好 他真的讓中國掌控這些 中國很可能會超越他 成為世界第一 那老師我想請問一下 那中國大陸他自己 他也不是吃素的嘛 他自己早就開始佈局了 那現在以成熟製程來講 我們以7奈米為界 現在是7奈米為界嘛 比7奈米更小的那些是先進製程嘛 那7奈米以上是成熟製程嘛 成熟製程的部分 中國大陸自己應該已經可以了 那先進製程的部分 他離這個台積電 到底還有多大的差距 那這樣子的追趕 大概需要多少的時間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拿出一個定數 或者你可以量的出來 我們必須說明中國一定淺淺的 一直想要辦法做 那就是為什麼他們不斷的扎金 就是他在2019年又扎了 大經濟二期計畫 大家也知道他花了重金 也找了很多專家 結果後來被美國開始做貿易戰 用科技戰來壓制的時候 習近平非常生氣 惹老他說 好他們客主我們沒辦法發展 沒關係我們不是有做嗎 結果發現這些坐在那個位置上的人 並沒有認真而且開始做自己的貪腐 沒有發展到已經他非常生氣 所以讓這些人下馬 這件事情大家去注意一下 當他們去年又 他第一任 去年又扎更重金的大基金三期計畫 這表示他必須要做 他知道他現在不做 美國一定不讓他 讓別的東西進去 他已經知道這就是有點像 機前的GPS定位大家知道嘛 突然一艘船被迷航之後 中國我們講不高興了 或者叫火大了 我們自己來就搞出北斗維新 剛開始大家覺得不怎麼樣 他丟了幾個在亞洲 就越增值越多47個之後 哇越來越多 越來越快到55個全世界包了 而且聽說比GPS定位還準 只是全球不太用 還是用美國體系的嘛 可是他已經厲害到 定位到還可以發短文 而且已經到航太已經把神州多少號 都送到了月球的背面去了 這就是中國如果你不讓他發展 他就有辦法自己做出來 我有個博士生他現在在矽谷 他剛畢業他在矽谷設廠 他跟上海當然有合作 他就說他每次去上海就覺得好可怕 他說他們做了一個東西 要給他們一些大學畢業人要做 你就會發現你要給他們 你要求這個 你就會發現他最後就會做得出來 他們沒有辦法想 他就是做得出來 他們有一套 而且那這就是我學生講的 當你去看到中國在做這些 研發的設計或精神的時候 有時候不得不佩服 那你說要多久 這個沒有人能夠說 所以我覺得啊 蘇奧雷特 因為美國現在用的方法 他是用極了的方法 他認為他還是全世界的民主聯盟的 他已經急了 最近一個梗了 他真的急了 你不覺得他很急嗎 他用了各種方式 所以現在不管誰上任 都必須這樣去打壓 而且當然現在他的危機越來越大 到底有多少的國家會願意配合 你光民主聯盟 當然他是有條件交換的啦 如果你今天荷蘭不聽 他上面設計不給你 艾斯莫爾的光照 他是有上中下游的關係的 你也會受傷 日本能夠不聽嗎 日本去想想看 當時在1980年9月20號 先打貨幣戰之後 他發現你還在發展 他就在你汽車電器的企業 弄了一個美日半導體協議 就讓你告訴你 一樣用同樣方法嘛 你用了我美國的技術 你怎麼可以繼續發展 就不讓你發展 所以日本的整個半導體世界 就停在了當時的30元的水位 就是美國 因為可以 可是現在世界 也造就了台積電啦 沒錯 但現在已經不是不能同日而言 因為美國在全世界的威嚇力量 已經沒有過去這麼強了 而且他已經認為自己的這種 實際強到了一定以後 他沒有在那麼的奴隸去發展 已經發現有人已經慢慢超前他了 他發覺他慢慢也岌岌可危 而且那一支另外一支猛獸出來的時候 他發現他甚至可以影響到其他 原來就不太喜歡他的國家 只是怕他的國家這樣子而已 老師我聽你這樣講 就是我想到一句誠語 就是對中國大陸來講 美國這樣全方位的打壓他 但是反而刺激了他 在很多領域上面自己做出來 就有一句誠語叫做 殺不死你的讓你更強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他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ow Your Care 請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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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看 旁邊 請回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